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把壁入林 这个故事讲阮玉评价王家三少和谢安评价谢坤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阮光路云 阮光路说阮光路是阮玉 曾经担任过金子光路大副 所以称为阮光路 中国人比较喜欢称呼一个人的姓名 加上一个官名 表示对人的尊重 比如说张局长李局长张科长李科长 王家有三年少 狼牙王室有三个年轻的小伙 特别棒 哪三个呢 佑军安妻长裕 这个佑军谁啊 大家都知道 这是王羲之 王佑军 著名的书法家 安妻呢 他们老王家呀 自安妻呀 有两个人 有两个人 一个是王应 是王寒的儿子 是王敦的养子 最后呀 被他的叔父 王叔杀了 还有一个人呢 王臣 就是东晋第一名士 就是王树王兰田的老爸 也叫安妻 但是王臣啊 比王羲之 大二十七岁 不是同辈人 所以这里呀 应该是王应 还有一个长裕呢 王岳是王岛的儿子 就是特别啊 孝顺的那一个 就是每天啊 老爸去上班 在老爸的这个车门旁边啊 帮老爸开门 目送老爸上班 经常在家里啊 帮妈妈 曹夫人啊 收拾收拾啊 这个衣服啥的 后来啊 这个王岳 年纪轻轻就死掉以后呀 这个王岛和曹夫人啊 伤心不已 谢公到豫章 谢安啊 称道谢豫章 就是谢坤 这个谢坤谁呢 谢坤这个人啊 是谢安的叔父 喜好道学 不修边斧 放荡不羁 就是喜欢啊 笑勇 吹口哨 也是笑的一种 结果有一次啊 弄错对象了 看到一个美女啊 在那织布 然后对那个美女说 嗨 美女 结果那个美女说啊 臭流氓 用梭子呀 把她的牙齿给打落了 回来啊 被大伙所耻笑 这就是啊 投梭 折耻的故事 若遇妻贤 必自把臂入林 我的叔父 如果呀 遇到竹林妻贤 就是那个 七个疯子 特别放荡不羁的人 一定啊 自把臂入林 亲自啊 去拉着 这几个哥们的手啊 一起到竹林里去 喝酒去了 为啥这样说呢 因为我的叔父啊 跟这七个疯子一样 也是疯子 也放荡不羁 然后跟标书 完整的解释原文 阮玉 阮光露说呀 狼牙王室 有三个小伙子 特别棒 哪三个呢 王羲之 王佑军 王映 王安琪 王岳 王长玉 谢安 称道 他的叔父 谢坤 谢玉章说啊 我叔父啊 如果遇到竹林七贤 也一定会 亲自啊 拉着 这几个人的胳膊 进入到竹林里 一起去 喝酒 放荡去了 最后 再跟标书 完整的 朗诵原文 王家 有三年少 幼君安妻 长玉 谢公 道玉章 若遇七贤 必自 把臂入林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